這個不叫做無私名單 叫自私名單 這個名單就是無意志的名單 武敦英不要把什麼中央委員拖下水 這就是你決定 你當初中央委員 你有跟國民黨黨團 或是中央委員200多個人一起商量嗎 甚至中常委 副主席 連副主席都沒有 我講個小故事 在這邊講個小故事 那天喔 那天兩個吵架嘛 我主席跟副主席 郝龍斌本來沒有遞這個報名表 然後吳敦英找了他三次 第三次終於遞了 他第三次本來還不要 他說遞啦 他說我自己有遞啦 曾永泉也有遞啦 兩個副主席也遞 大家一起遞吧 遞好遞就遞了 而且據說有承諾他 給他安全名單 難怪郝龍斌現在這麼生氣 一去連34名都沒有 都沒有 好啊 那郝龍斌想 本來我就不要嘛 那你就耍我幹嘛 那耍我後來 他說對黨的改革 另外第二件事 他說吳思淮跟邱瑜他是有意見的 唯一有意見的 我說郝龍斌 然後呢 那他明明對這個名單有意見 就被他認為被吳敦英的系統下面的人 像吳敦英放話給記者說 你看你看你因為沒有 你才要搞我 那這是被扭曲了你知道嗎 他本來就不要 而且他對吳思淮跟邱瑜很大的批評 對有批評 所以他覺得跳樓横都洗不清嘛 所以還在接在立 還在繼續說名單有沒有轉換的機會 那天什麼小故事很有趣 他當場講說他發言 副主席是不發言的嘛 郝龍斌也很少發言 他說 主席我看你不要排部分區 這個現場多尷尬 跟這個中場會 正在開中場會 然後呢 然後這個 這個他的吳敦英的中場會 就發言 發言說 怎麼可以 副主席怎麼可以這樣子 就是搞主席 他說這個 副主席 副主席 如果你再這樣講的話 我就把你的事都講出來 郝龍斌這個翻臉 講出來 現在給我講 然後吳敦英又說 就叫那個中場會 說你不要講話了 就場面就是很白熱化 這樣的衝突 所以 江碩平 對 不是軍系的啦 因為中手擺過 他黃無欽的啦 被說黃無欽 不是軍系的啦 他可能是要在 整個中場會上 走出來說 所以好龍斌 他本來也有遞了報名表 然後只是他最後 沒有列在安全名單 這樣子嗎 常常會沒有講這個 中場會講說 他副主心切嘛 他是吳敦英的人 他就等於指責好龍斌 你主席 你副主席 怎麼可以叫主席 不要放在名單裡 他就幫他為事嘛 然後講話 然後而且還講說 你再講的話 我就把你事情講出來 那好龍斌 孰可忍孰不可忍 你講出來 好玄魔 你跟我講 他不敢講 然後他就叫 他碩瓶碩瓶坐下坐下 現場場面 場面是這樣子 總之這個名單 從副主席 副主席到從政黨員 到黨員 到知識者 多煩你 而且這個就是 為了要鋪排 是不是 你今天 我以前你說的偶像 你是一宗各表的九二共識 你是不是要留一線 你把邱宇拿掉 是我們給他掌聲 吳志華要拿掉嘛 那你是不是 吳志華拿掉 是不是就影響 你跟老共的往來 我的揣測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一宗各表的九二共識 我的偶像就壞面了嘛 你今天你要堅持 堅持你的中華民國派的主張嘛 你不能因為 意識形態是不容打折的 不能因為你跟習近平 想不想交往 人家理不理你 而留一線天 留一個活口 留個吳志華 而造成 你的意識形態的改變 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可是現在也沒辦法 就算韓國瑜倒楣嘛 這個名單除了韓國瑜 區立委也倒楣 吳吳波的 全部會滅頂 至少掉十個 民進黨開心 多十個來回 差二十個立委 不夠我說坦白的 你現在對方應該也會對 對